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突出它的一些卖点 这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山料子料 它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可能籽料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皮子 这个不懂的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就是籽料的皮子 所以现在很多商家来说 有皮子的料 价格会很高 所以他们很愿意突出这个皮子 而且呢 有的时候这个白度呢 和这个油度 也是他们这个价值的一个标杆 所以你要突出它的一个油论度 还有它的白度 但是我们不能过度做假 我们通过摄影呢 来体现这些 这样的话你拍摄的产品 客户也满意 然后这个效果也漂亮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摄影师要了解这些珠宝 等等等等 所有的珠宝都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哎呀 这种宝石啊 那种宝石 一定要给它稍微研究一下 因为你不了解它 你就不知道如何下手 好了 今天我们看看拍这个 和田白玉这个香链 我们需要什么 我准备什么呢 准备了一个瓷器 就这样一个红色的瓶子 作为一个搭配 当然这个 这个我搭配的思路呢 很简单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瓶子的一个线条 尤其是红色 可能这个线条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想象成 一个女性的一个特别性感的 或者特别柔润的一个肩膀 或者是一个这个进步一个感觉 这样的话就会告诉你 哎呀这个是女尸戴的 什么样的女尸呢 可能会有 有高规气质的 就整个把这个箱链的一些东西啊 都给交代了 所以我选择拿这个来作为搭配 这是一个 嗯 还准备了什么呢 还准备了一卷这个 卫生纸 当然一会儿大家就知道做什么用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台 我用了就是普通的这个高胶椅 加了一个这个白色亚克力 因为我要把这个瓷器搁在这个拍摄台上 我为什么要加一个白色亚克力呢 如果你不搁一个单色的东西 这个木头啊 会反到你这个瓷器上 所以我搁了一个这个白色的亚克力 手指是做什么用的呢 以往教程大家都会知道 小九啊 会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反光的东西 拿这种透明的亚克力啊 或者是等等等等一些材质的这种圆柱啊 或者方子啊 让它撑住这个瓷器 比如我们现在拿出瓷器 放在这儿 我会把这个瓷器放在上面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瓷器的下边 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瓷器下边就不会反射到 你这下边的这个拍摄台 比如我们去掉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会反射到这个下边的板 就非常不美观 所以你就通过这个 让它减少对下边的反射 当然这个东西要小于这个 你要做搭配的这个产品 现在呢 我们就戴上手套 大家在看教程的时候啊 这个有时候会发现小九特别爱戴手套 其实这是不止为了前期方面 也是为了后期修足的时候 给这个后期人员啊省很多事儿 我们把这个瓷器啊 因为是高反的 把这上面的灰尘和手劲 一定要擦拭干净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工作 这就是一些细节 也省得后期人员会骂你 好我们擦拭干净之后 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个项链 如果那么挂的话 有点太长了 有点太长了 所以我们要就符合比率 打成两个圈 然后盘子这个上面 稍微调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像这个脖子上 肩板上挂着一个这种项链 非常的漂亮 好我们的布置呢 就布置好了 现在就看看小九怎么去布光 很简单 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个主光源 大家猜猜我们主光源 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应该显而易见 因为我们的产品这个主体 是朝我这个方向的 那肯定是这个主灯 要在这个方向打 所以我们就来加一支灯 小九加了一个什么灯呢 加了一个标准照 大家会问 为什么要加一标准照 因为我在这个布光之前 已经想到了什么呀 我们这个瓷器 大家会知道 通过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到 是特别高反光的一个产品 等于说是 你去打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光点啊 你看 都会有很明显的这种东西 而且就是 对于我们这个香链来说 也必须是 珠圆玉润的一种感觉 现在呢 我们就先拿一个灯 拿一个标准照 我们先拍一张试一试 好我们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来拍一张看一下效果 通过我们刚才的拍摄呢 我们可以看到照片 尤其是这个高光点的部分 非常的亮 就是不管瓷器啊 还是这个白玉的这个香链 这种高光点的地方特别的亮 就是影的也非常的重 但是呢 我们的主光位置 我们可以确定是什么呀 就是这点灯打的位置啊 就是稍微偏厚一点 就是跟这个产品的方向 稍微偏那么一点点 就是稍微有一点侧逆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 白玉的香链 会稍微打的通透一些 是让它有一种通透的感觉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解决的 现在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高光点的问题 怎样给它拍出 那个很圆润的感觉 这个也不用说了 我们就加一张牛油纸 我们摆放这个牛油纸的时候 有一点要注意 我们装这个牛油纸啊 会搁在这个架子上 这个架子会有一个这个 我们的三角架 这个三角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要放在前面 因为什么呀 我们就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瓷器是高反光的 你只要前面有什么 它会反什么 所以我们又想到了 这一个细节是什么呀 就是让它 把这个棍搁在后边 因为你后边反射到也无所谓 你拍的是前面嘛 所以我们搁在后边 把牛油纸搁在灯的前面 放上之后 我们在前面观察 观察一下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呀 因为这个瓷器是个凸面 所以它会反射到 这个周围很大的一个环境 对于这张牛油纸来说 它有它的一个尺寸 我们靠近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它反射的 都能反射出这张牛油纸的大小 不是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 靠近你的这个瓷器 尽量靠近 然后你这个牛油纸动不了了 你可以移动你的瓷器 都是很灵活的 对尽量的靠近 不要让这个贴上就可以 好 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尖变啊 会比刚才要稍微大一些 然后呢 我们来通过这个布光 来拍摄一张 大家会看到 通过刚才这张照片呢 我们看到就是瓷器 还有这个河天白玉 已经很圆润了 产生了一个间变 很多朋友会说 你这个一个牛油纸 你这边怎么办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只是拍了局部 我只要能这个体现 我的主体就可以 剩下这边 我可以不去管它 因为我也拍不着 而且这边没有光源的话 这边拍出来是黑色的 所以我们不用全都给它布好光 然后再去拍 就是我们要哪块 我们去布置哪块 它就是它的重点 好了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儿了 最后非常感谢 欧宝官方旗舰店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还要感谢 好之网传客 网客客家 以及腾讯精密课堂 对我们的网络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渡 Lis 我们これ就要做的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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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